中国国家发改委 1月2号在福建近江组织召开 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 最高法 央行 国家金融 建管总局等官员出席并发表讲话 其中发改委主任郑珊杰的讲话 持续近40分钟 他向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喊话 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只能加强 不能减弱 学习尽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 地方政府要做到不越位 不缺位 坚决抵制 及时辩驳澄清 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 错误言论和做法 这是去年年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又一个重要的会议 因为这个会议我们说级别很高 由中国主管经济和改革发展的最高机构 就是国家发改委 在一个地方 不是在省会 在一个地集市 举行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静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 我觉得它是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因为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 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 有一些阻力 那么也有民营经济本身的一些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在静江这个地方来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呢 当然是跟静江经验有关的 我们知道中国沿海的一些省份 像福建 广东 浙江 历来是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 那么福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就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 那么是以静江的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又有莆田的民营经济企业家 都是群体了 那么然后最近几年 像宁德时代 像福耀玻璃 这已经不仅是这个地方 甚至不仅是中国的 而且是世界性的 这样的一些高端的工厂 那么都反映了福建的民营企业家 他们的创业能力 和他们这种感为天下先的这种精神 而这个静江经验 它产生的就比较早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 习近平当年在福建主政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静江经验 那么这个静江经验呢 就是静江这个商人的这个特点 就是他们无论是对于市场 还是对这个产品 还是对于这种创业的 这样的这个观念呢 都很强 一方面静江本身是一个桥乡 这个静江人 这其实从古代开始 从这个古代开始呢 就跟这个海外的这个联系特别密切 那么近代以来呢 这个静江人 这个静江人比方说 他们往东的话去台湾 往南的话去南洋 这个在无论在台湾 还是在南洋 这个创业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创业的这个世界呢 都广为人知 那么等到中国内地 我们说中国大陆 在这个七十年代末期 以改革开放作为国策之后呢 那么就像春风一样 那么吹醒了全国 但是同时也给沿海 特别是给福建这样的这个省份 像近江这样的一个桥乡呢 这个民营企业呢 就像雨后春风一样 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那么其中积累了很多经验 那么在前进的道路上 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近江经验呢 在一度啊 我们说在这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那么曾经一度呢 也受到了一些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一些批评 把这个民营企业家们的一些 难免的一些问题 当做了一个主流来加以这个批评 那么所以呢 有一度这个民营企业 那么民营企业家们 这个日子都不太好过 但是后来呢 这个都得到了纠正 我们知道这个改革开放 它不仅是中国的国策 而且改革是对内来说的 那么那个开放是对外来说的 那么当前中国经济 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 但是呢 中央下定了决心 那么就是以更加改革开放 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姿态 也以这样的一种行动 来推动经济的这个发展 那么包括这个 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 国家发改委要在晋江 举行这样的一个论坛 因为它的意义 当然不是只是对晋江的 晋江当地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 自己的包括前辈 他们的这个经验 他们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国家发改委呢 显然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会议 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家 不仅是给他们一个信心的这个喊话 而且几个重要 几个重要的中央部门 都派了高级官员 来出席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么也就是 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家的 就是告诉他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晋江经验 在今天依然有它很重要的 一个启发的这个作用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个中国的经济 我想就是民营企业是半壁核山 另外半壁核山是国营企业 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大家一起把中国这个经济做好 把它这个推向前进 那么这就是中国 我们说这个在改革开放当中 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而如今呢 由发改委来强调竞相经验 正是出于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虑 而且我相信 它这个效果呢 逐渐的就会体现出来 金正恩宣布 朝韩不属于同一个民族 永远不会同意 近日朝鲜劳动党举行了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 引起国际关注 因为在这场会议上 不仅有金正恩对于过去一年的总结 也透露了新一年的目标 甚至还历史性地 重新定调了朝韩的关系 金正恩在讲话中指出 在对朝韩关系进行冷静的分析后 迫切需要重新界定朝韩关系 和统一政策的立场 他表示 朝韩已不再是统一民族关系 而是敌对关系 交战国关系 朝鲜不能再冲到覆辙 将与外部势力勾结 视朝鲜为主敌的族群 视为和解统一的对象 朝鲜半岛统一 永远不可能实现 同时金正恩还进一步指出 美韩试图与朝鲜进行军事对抗 朝方要迅速应对 可能发生的核危机事态 包括在必要时动用核力量 而鉴于美国及其盟友的举动 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已成事实 他已下令军队 为平定韩国全境做好准备 对于2024年的目标 金正恩表示 朝鲜会在2023年成功发射 并运行首颗军事侦察卫星的基础上 计划在2024年 再发射三颗军事侦察卫星 以大力推动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时军用无人机研发生产 也是核心任务 将为核武增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金正恩的宣布令人吃惊 但是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朝鲜这样的一个重大国策的改变 就是宣布朝鲜民族和大韩民族 这两个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 而且朝鲜和韩国 就我们说朝鲜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 永远不会统一 这是一个重大的宣布 朝鲜这样做其实是被动的 并不是朝鲜主动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朝鲜半岛 这两个国家 其实他们当然是属于统一个民族 尽管名称不一样 朝鲜称自己为朝鲜 而且韩国称自己为大韩 但是他们就是一个民族 他们的外文的名称 英文的名称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民族 两个国家毕竟已经 并力存在超过了70年 而且朝鲜战争至今 还只有一个停战协定 没有和平协定 但是最近十几年朝韩之间的关系 跌倒起伏 有过像文在寅那样的 还是推动统一 这样的一个韩国的领导人 而且文在寅本人还访问了平壤 那么也有川普本人 曾经两次跟金正恩的见面 但是一方面美国人 川普两面派也是太明显了 所以金正恩虽然年轻 他也知道了 跟美国人打交道 那么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尹熹悦 这个去年这个当选 前年当选总统之后 那么对朝鲜就采取了一个 公开敌视的这个立场 虽然这个韩国方面 过去也一直是把统一 作为一个长远的这个目标 但是呢 在尹熹悦的这个领导下 韩国方面的这个统一对策 他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就是他把 本来我们说 这个一个民族 两个国家 如果统一的话 它是一种对等的统一 是吧 不是谁吃掉谁的这个统一 但是呢 尹熹悦或者是这个 韩国的这个保守势力呢 他们把未来朝鲜半岛 可能的这个统一呢 当成是那个德国统一 以德国统一作为一种模式 德国统一我们知道 就是资本主义的西德 吞并了社会主义的东德 那么如果朝鲜半岛 也是用这种模式的话 那也就是用所谓 这个吸引式的 吸入式的 就是韩国 要把这个朝鲜吞并过来 这样的一种统一方针 当然朝鲜是不会同意的 不仅朝鲜的领导人不同意 朝鲜的人民 大概也不会同意 那么再加上 这个尹熹悦全面加强了 就本来朝韩的这个军事同盟 就已经是相当的坚固的 但是这个尹熹悦使他变得 这个又强化了 这个韩美的这个军事同盟 同时也强化了这个韩日美的这个军事同盟 用这样一种三国军事同盟 这样的一种这个强大的一个军事力量 来威慑朝鲜 而且这个韩国的这些当权派 无论是这个政治 还是这个军事方面的 这些高层的人物 曾经这个多次讲过 当然他们说这个前提是 如果朝鲜要这个入侵韩国 或者朝鲜要对韩国挑衅的话 那么金正恩政权就会被铲除 那么这样一种赤裸裸的要这个打倒 要消灭朝鲜的这个政权 要把朝鲜这个吞并过来的这样一种企图 那么我觉得也理所当然的 会这个遭到这个金正恩 这样的一个坚决的反对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形势 可以说是空前的紧张 那么如果跟十几二十年前相比的话 现在这个情况不同在什么地方 第一 朝鲜已经有了核武器 朝鲜的核武器 所以我想是非常明显它是用来威慑敌人所用的 它不是用来打击这个韩国的 但是金正恩在这个八届九中权务上 也明确地表示要为扫平韩国的权劲要做准备 而且这个这两天朝鲜的这个官方媒体也说 包括这个金与正 就是金正恩的妹妹也是负责这个对韩工作的 也说了就是如果韩国方面 即使对朝鲜有这个比较小的挑衅动作的话 那么朝鲜方面也会以强大的武力来这个予以对抗 那么这是不是也就是要扫平韩国权劲 我觉得是这个差不多的语气吧 那么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而且双方这个无论是韩国对朝鲜 还是朝鲜对韩国 就不仅是一种这个宣传的口径 不仅是一种语气上的这个强硬 那个双方都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个冲突在准备 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呢 这个对在延平海域附近 这个有炮弹的这个演习 那么韩国方面非常紧张 但是朝鲜方面说不是实弹演习 只是为了测试这个韩国方面的反应 而且呢这个即使是非实弹的 就所谓空包弹的话 它也没有落到这个韩国的海域 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这虽然是一种测试 但是这种测试 未来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测试的话 难免不会弄假成真 特别是这个延平岛的这个海战 当时韩国方面是吃了亏的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 特别是这个一直在利用韩国 在压制朝鲜的这个美国 现在也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困境 一方面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没有结束 而且这个乌克兰明显的 已经呈现了一个皮态 那么另一方面呢 在中东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呢 正在这个全面的展开 而且明显的是在外溢 包括这个红海的这个形势紧张 胡塞武装在深远哈马斯 那么然后以色列呢 不仅在这个袈裟 而且在这个西岸 而且在这个以离边境 那么都在又在跟这个 黎巴嫩争主党在这个发生战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朝鲜半岛又发生 即使是局部的 小规模的这个冲突 而我们知道小规模的冲突 就有可能爆发成一个 全面的一个军事冲突 而现在这个对于朝鲜来说 形式不一样的 首先是当前这种变局 世界局势的这个变局 地缘政治的这种紧张的一个局面 另外呢 朝鲜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朝鲜了 现在朝鲜不仅有了核武器 有了收集弹道导弹 而且这个朝鲜 这个而且朝鲜后面有两个老大哥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俄罗斯 而朝鲜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联系 更加密切一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如果即使有了美国和日本的帮助 如果想要用武力去征服朝鲜 那么就会遇到朝鲜的激烈的这个抵抗 而且这个抵抗的话 很可能会又变成一场新的朝鲜战争 那么就像新的朝鲜战争的这个施工背景 跟七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是完全不一样 而当年的苏联并没有公开的一个介入朝鲜战争 当时只有中国介入了一个朝鲜战争 结果呢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办到打了一个拼手 但是今天的中国 也不是七十多年前的这个中国了 所以这个美国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的一个局势 要怎么处理 我相信对美国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大批游客元旦滞留 香港特区政府亡羊补牢 时隔五年 香港在12月31号跨年夜 为大家献上了史上规模最大 历史最长的跨年烟花会演 吸引大批游客运入香港 参与这场久违的跨年狂欢 然而烟花转瞬即逝 但归途却长度漫漫 由于有大约两万的内地旅客 家住深圳或在广东省内其他城市 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选择像平常一般 即日往返越港两地并不会留宿香港 而同样如往常一样的 还有越港两地的口岸开放安排 而这就如同一个三口之家 广妖亲朋好友却依旧只准备三菜一汤 几乎没有区别于平常的特殊疏散旅客安排 必然导致大批内地旅客滞留香港回不去家 唯一通宵开放的黄港口岸出现人潮 塞车严重 还有不少旅客甚至只能在香港各区的地铁站 乃至街头露宿度过自己的跨年夜 何且而知回不去家的旅客 面对这样的境遇难免怨声载道 不少网友选择发帖吐槽 也让舆论发酵起来 对此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以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相关部门 纷纷做出回应 形容已经尽力部署 会吃一千掌一掷 将与内地商讨 在未来的大型节假日活动时 可否延长铁路口岸开放时间 以及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的数目 互拍出以高铁疏导旅客的可行性 上星期一也就是元旦那一天 也就这个时候在做节目之前 我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 就是大批的游客 大概两万来人 其中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广东的 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深圳的 他们到香港来观赏 这个跨年的烟花会员 这个烟花会员非常精彩 也非常成功 而且就精彩的程度的话 绝不次于一些大城市 像这个伦敦巴黎的这个烟花会员 但是可惜的是 就像这些游客们所说的 这个十二分钟的烟花会员 但是回去呢 却花了十个小时 刚才我们片子里面呢 已经简单地这个介绍过了 那确实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个世界发生 特别是这个香港本地的 无论是这个电视啊 还是这个报纸啊 还是这个社交媒体上 都登了很多相关的这个新闻 那么香港的民众看到这些 自己的这个同胞 在元旦就不能够回到自己深圳 或者广东其他地方的家 都被迫露宿街头 或者在香港的一些公共的这个场所 这个露宿的话 都觉得非常不安 那么所以呢 这个舆论 对于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啊 这个对于这样的一种史料不及 虽然是张开了臂膀 欢迎内地的游客到香港来 但是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呢 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方便 那么所以呢 香港的一些舆论呢 包括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呢 都对此提出了批评 而政府显然也认识到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 也承认这个政府的有关部门呢 确实是对此史料不及 而且呢 这个政府的各个部门 召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必须要亡羊补牢 那么我看到这个 相关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也想到了这个 其实香港回归啊 已经是 今年已经是第28年了 那么香港和内地啊 我们说从陆地上来说就是 其实就是香港北部的这个新界 就是我 也就是我们公司所在的这个新界 和这个深圳之间呢 那么是有一条边界的 根据一国两制的这个法律 和这个具体政策呢 这个边界是要维持的 而且出入境都是要有管理的 但是这个出入境的管理呢 只能是越来越宽松 而且这个在疫情结束之后呢 应该为不仅要全面的这个放开 而且应该要越来越方便 因为现在已经是越港澳大湾区了啊 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对此都有相应的要求 但是这一次呢 大批旅客滞留在香港 也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个边境的这个管理 和边界的这个交通呢 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很不应该的 那么首先呢 那这种虽然要实行这个 我看到包括一些内地的网民 他们也注意到这个事情 那么也有些批评 有些网民呢 可能他们不太了解情况 比如说他们根本就反对 香港和内地之间要有一个边境 这个情况是历史造成的 而且因为是一国两制 所以边境本身是不可能取消的 但是边境应该更利于 民众相互的往来 这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香港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 回国二十多年以来呢 我觉得有一些举措的 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 比方说同样是在这个边境 边境的那边 这个边境的北面是这个深圳 深圳那边是高楼大厦 发展的这个非常现代化 但是香港这边呢 在这个沿着边境的 这个几公里的 这个几平方公里的 这个土地上啊 几十平方公里土地呢 却还是禁区 至今还是禁区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还要是禁区 如果是英国人管理的 这个时代的话 你还说得过去的话 现在为什么要进去呢 而且最近又据说 因为这个有大批的香港人 到了这个周末 节假日 就到深圳去消费 那么这个政府里面 甚至有人提议说 要恢复收这个离境税 这个离境税 是万万收不得的 自己一个国家 我们同胞回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要收离境税呢 而实际上这个香港 我们说这个坐火车 从这个 接沙嘴 就从这个鸿看坐火车 就反正坐火车 坐火车到罗湖的话 它那个最后一站的 这个票价特别贵 它其实就是一种离境税 这个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不仅不应该收离境税 那么特区政府呢 应该和 特别是要和深圳 要加紧沟通 要延长通关的这个时间 特别到了节假日 要延长通关的时间 而且要创造条件 要多建几个 24小时通关的这种口案 那么另外我也注意到了 这个最近啊 香港特区政府 恢复 不是恢复 就开放了沙头角 这个作为一个 旅游观光的一个景点 沙头角这个地名 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 大部分人都知道 但是呢 包括我在内 绝大部分香港人 都从来没有去过沙头角 为什么 它是一个禁区 我也想不通 为什么在回归了 二十多年之后 沙头角还是一个禁区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禁区了 但是 还不能随便到到沙头角去 还只能是通过参加旅行团的方式 到沙头角去观光 我觉得这些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我们说与时俱进 它应该是一个政府 以这个 一切从民众的利益出发 比方说 现在香港的话 一切要从这个大湾区的 这个整体出发 要从融入国家大局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所以未来呢 我相信啊 这个特区政府和这个 深圳的政府呢 都会共同努力啊 以后应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 甚至可以说有不同的这个排名 因为所根据的数据啊 或者这个算法呢 是有所不同 我这里用的呢 还是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就是IMF 我想它还是一个比较权威的 而且是大多数的 这个经济学家和媒体都公认的 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 这个提供的这个数据 但是不同的数据呢 比方是很有趣的 就是这个不久前呢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美国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媒体 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估算的这个方法 他们排名世界十大强国 这个强国的意义呢 不仅是经济的强国 他们这个所谓十大强国 第一个是美国 第二个是中国 第三个是俄罗斯 而俄罗斯 如果按这个经济来排的话 大概只能是在世界第十左右 好了 那么另外呢 像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它在这个去年12月呢 也有一篇文章啊 他说如果根据这个购买力 平价的这样的方法来算的话 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 那么这种说法 其实过去也有 但是我还是根据这个IMF的 这种排名 IMF呢 在去年对于2023年的 这个世界各大经济体的 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做了一个预测 那么根据这个预测呢 那么美国当然是第一 而中国呢 也仍然是第二 而且中国这个第二和第三 之间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地位是相当牢固的 我们知道中国在13年前 也就是在2010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啊 第一次超过了日本 那么当时呢 这是一个在国际上 很引人关注的这个事件 因为长期以来呢 这个世界经济的这个排名 十大经济的几的话 美国第一 日本第二 那么然后这个德国第三啊等等 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排名 但是呢这是第一次 一个新兴经济体 超过了世界的这个老二 老二成为老三就是日本 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已经十几年过去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老二的这个地位呢 是非常牢固的 中国经济的这个优点 也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制造业 那么同时呢 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基建 这个基建之发达 我晓晓其实也已经超过了美国 所以呢 如果就算是不用这个购买力 这个平衡这样的一种观点啊 就以一个老百姓的这个观念来看 你无论是一个中国人去了美国 还是一个美国人来到这个中国 他都会发现 其实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发展的 这个水平是非常接近的 有些方面中国超过了美国 当然也有些方面 美国超过了中国 当然这只是老百姓的一种观感 但是中国经济呢 在前三年啊 我们说就是特别在疫情三年期间 确实是遭受了这个重症 本来那么按照这个西方经济学家的估计啊 这个中国在这个经济总量 我们说的是总量 超过美国的话 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最乐观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 甚至认为呢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啊 也就是这个2020年到2030年之间 就是中国就会超过美国 但是最近呢 持这种观点的这个经济学家减少了 因为他们看到这两年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速度啊 是放慢了 那么中国显然呢 我想已经脱离了高速发展的这个事情 那么有一些经济结构的问题 有些重要的问题呢 需要调整 但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基本面啊 像特别是这个强大的这个制造业这个经济的韧性 还有就是中国 中国实际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怎么才能够把它激活 中国的这个储蓄率是世界最高的 老百姓手中有钱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这个钱 不是放在银行里 而是用于消费 而是用于投资 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这是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这个加快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么中国呢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做重大的这个努力 那么另外呢 中国这个技术创新 虽然不如美国 而且受到美国的打压 但是中国的这个科学家 这些技术专家 工程师 包括这个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这些这个专家们 他们在持续的这个努力 而他们所做的这个努力呢 从华为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呢 世界老二的这个地位呢 还是非常稳固的 今天是美国的选举年 其实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 包括这个通货膨胀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漫画家也抓住了这个题材 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恶魔呢 就是通货膨胀 那么相信之下 美国这个经济就显得比较弱小了 因为美国财长叶伦最近说 美国将会实行软着陆 但是软着陆的标准是什么呢 美国究竟能不能摆脱通货膨胀 实现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货币的发行和经济增长呢 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